大冷,他顶地临丹出战却寓一轮游,国语新一哥离霸夜,还很远,2018年亚运会羽毛球赛场传来大冷门,国语新一哥石与其一到二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选手乔纳坦克里斯蒂,首轮出局无缘男丹16强,本次比赛,石与其与陈龙成为了国语争夺男丹冠军的希望,在团体赛的比赛中,石与其也是国语的一丹, 可以说这位年轻的小将已经去代了林丹与陈龙,成为了国语的新一哥,然而我们依然要说,在稳定性上,石与其还差了不少,就在世锦赛决赛输给陶田贤斗后,石与其还在网络上与网友们发生了争执,此番石与其来到亚运会的赛场,也在半决赛输了球,还在中国对整体实力出色,让石与其的失误没有太大问题, 而且,石与其在决赛也完成了逆袭,表现值得认可,不过我们依然要说,石与其距离罢也还差得很远,此番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乔纳坦克里斯蒂,可以说石与其的运气非常差,因为对手的实力也是一流的,石与其最终没有顶住压力,就此暴冷出局, 对于石与其来说,这场实力打击还是不小的,国与此番没有安排林丹打南丹,引发一定的争议,事实上也在情理之中,毕竟林丹是职业生涯伟生的球员了,亚运会这样的比赛,他不打也是对的, 只不过外界都关心,没有了林丹,中国对真的能够确保在南丹项目,有足够的竞争力吗?接下来,压力留给了陈龙,对于石与其来说,他或许还得适应成为国与新一哥的压力。